本集由萬代模型贊助播出 2016鋼彈模型博覽會在華山 還不快去搶購超級限定品 歡迎收看搞什麼玩 我是婷婷 我是喬老師 喬老師外面真的很熱 真的嗎 我帶妳去一個可以避暑的地方 是哪裡 就是我們今年 2016鋼彈模型博覽會的會場 哇 太棒了 我現在已經感覺到冷氣非常的涼 那妳知道今年鋼彈模型博覽會的主題嗎 是什麼 尋找屬於妳的 鋼彈模型 對 我們就跟著喬老師的腳步 一起去尋找屬於我們的鋼彈吧 GO 超壯觀的對不對 很大耶 而且感覺好清新喔 對 今年的主題 我們就是走這種清新風格 都是用白色為主的 然後我們這邊路口一進來 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巨型的大螢幕 我看到了 這是什麼 在日本進鋼 就生產鋼彈模型的工廠 然後它拍出這種 職人手作的這種風格而已 一個宣傳影片 就讓大家知道 對 一個宣傳影片 讓人家知道說 其實一顆鋼彈模型的生產 它是經過非常多的工序 今年的展區規劃非常詳細耶 感覺非常大耶 對啊 你看有 鋼彈的介紹 有鋼彈模型全系列 有模型文教區 而且還有教學 我看到還有教學的地方耶 那我們等一下就從路口開始看吧 好啊 好啊 你知道這一區是什麼東西嗎 看起來很像某種模型 剛剛有沒有一點印象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上面 喔 影片裡面師傅做的地方 師傅做鋼彈模型的靜鋼工廠 縮小比例的模型 今年我們還特別空運來台的這個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 鋼彈塑膠模型原料 上面有寫 我以為你會猜是米粒 對 沒錯 它這些都是塑膠的原料 就是鋼彈模型 就是靠這些塑膠原料 然後射出在模具上 然後製作出來 今年我們又規劃了就是 整個鋼彈模型製造的流程 用一個這樣圖表式 讓更多觀眾可以知道 所以之前都沒有過這樣 對 以往都沒有這樣 所以今年第一次 婷婷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知道 G U N P L A 對 鋼彈啦 就是鋼彈模型的意思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比例區 有沒有看到非常多 不同有大有小的比例 24個比例 不是那個比例 這裡只有6個比例 只有6個比例喔 就是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比例 從最小的SD的鋼彈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呈現出了它的框架 有沒有看到 就是SD鋼彈它的框架只有4片 很簡單很簡單 比較容易上手 對 所大家初期接受的模型 再來就是HG的鋼彈 它的比例稍微高一點點 比較多零件 稍微多了一點點 再來下一個就是RG MG 然後直到最後這個PG鋼彈 它的比例是大了很多 而且它其實它的框架更多 只是我們放不下那麼多 它框架可能這個的10倍量 可是它的零件也都好像比較大 就是整個比例就大了很多 這樣會比較困難嗎 對 難度高 當然價錢也高 可是它的可以玩更久 而且做完的成就感就更大 好 妳要不要挑戰看看 呃 我先挑戰那個最小的 最小的哪一個 好 那我們都往下一區走 好 這就是妳剛剛說要挑戰的 SD鋼彈 沒錯 SD鋼彈 我知道它 是不是很可愛 RX782 對 所有人心目中印象中鋼彈的原始 就是長這個樣子 是不是很大一隻 看起來很大一隻 很大隻的 這樣看起來很大 其實它非常小隻喔 我們往下面看就知道 有沒有 剛剛我說到的SD鋼彈 它好小喔 好可愛喔 很精緻對不對 巧思我買 妳要買喔 不要巧思妳送我 我們大家去後面看看 哇賽 這隻 它怎麼變這麼大啊 這是我們特別 從國外進口的 這是大型的雕像 所以如果觀眾進場都可以跟他拍照 沒錯 這個地方就是拍照的地方 那我要先拍一個幾張 那我要先拍一個幾張 這一定要拍的 這太可愛了 秉秉夠了沒 快點快點 我們還有很多區 快點 我們往下面走 走走走 BB戰士耶 對 剛剛我們看完了SDX的區域 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來到了BB戰士的區域 今年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找了很多經典的BB戰士的角色 BB戰士是什麼啊 BB戰士是什麼是不是 我們今天有特別做了一區 介紹BB戰士的歷史 我們現在去看吧 有沒有很像博物館的感覺 有耶 就是博物館都有一些年代圖啊 樹狀圖那種 因為BB戰士的歷史已經三十幾 然後我們今年特別幫他 彙整一下幾個重點項目 就是用個像博物館的方向 這樣大家如果不是得了解 一來就可以一目了來 沒錯 除了剛剛BB戰士的歷史介紹以外 我們還有介紹 套件的演化過程啊 那從最久以前是只有一個顏色的 到現在有電鍍版有更多 還有一些精實的感覺 對 有透明的質感 然後還有比如說 各個年代最經典的角色 像現在SD鋼彈出道400號對不對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從200號 100號 200號 300號到400號 各個出現的重點機質 所以大家來這裡也可以就是看一下 哪些經典的 回家一定要搜一下 對 有很多鋼彈模型的歷史 有很多真的都買不到 像後面這一區 可以說是很多爸爸 比如三四十歲的爸爸 小時候 像蕎老師這樣子 沒有 像戴老師那種長輩 像戴老師那種長輩 之前收藏的一些這種角色 像這個大將軍系列 就超狂的 看來就超霸氣 對 而且這些其實市面上很難買 像我們這次在收集材料的時候 有些都是天獎 用天獎來下來的 前面剛剛介紹到的 它就是用一個舞者的故事 可是這個是在跟鋼彈鎮死的故事 是有關係的 它的角色沒有那麼多華麗的金屬色 它就是真的鋼彈模型 縮小版可愛版 我想婷婷應該有聽過吧 有 三國 想你那麼年輕應該有聽過 這應該是很多大小朋友喜歡的 曹曹在後面 劉備 孫全 呂布 對 沒錯 就是這些很重要的經典角色 怎麼沒有貂蟬 欸 有出貂蟬 可是它是限定品的 它就是沒有一般販售 它之前好像是跟DVD同混 然後送一隻貂蟬 所以那隻賣超好 好 我們再往下一區 這一個系列 就算是比較現在 就是在市面上比較可以買得到 它裡面有很多角色 就是剛剛我們介紹到很舊的鋼彈有沒有 它把它重製 所以這個系列叫做Lager BB 傳奇系列鋼彈 裡面有非常多很經典的角色 然後用現在新的技術 更新的技術 變得更精緻了 對 它的造型跟比例 還有它的分件顏色更漂亮 看了那麼多SD鋼彈 有沒有找到屬於你的鋼彈啊 目前還沒有欸 我想說這一區 都是這種頭大腿短的 比較死分 哪有了 真的喔 好啦 那不然我往下一區去找找看 其實這只是展區的 大概十分之一而已吧 我們再往下一區看看吧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那麼多可以讓你挑 我在找那個腿比較長的 腿比較長 比例比較好的是不是 對 各位觀眾 我找到屬於我的鋼彈了 在哪裡 在這裡 會備有鋼彈 對 沒錯 很像我欸 這個就是一個女性角色的鋼彈模型 而且婷婷真會挑 它有比較氣質版跟狂暴版 你挑到狂暴版 喔真的嗎 蠻像我的啊 你有沒有發現哪一隻是我的角色 你喔 這我真的要好好找一找 我找到了 真的 索客嗎 沒有沒有 其實我是這個 這個 你哪個啊 李歐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 我不覺得 真的嗎 我比較像這個 這個比較像 好啦 今年這一個HG的區域啊 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什麼重點 看到這是什麼 能吧 不是狗吧喔 是能吧 200 為什麼叫200 因為它是第200支 對 沒錯 因為HG的鋼彈模型 已經出到200支了耶 超多的 我們今天特別有一個區域 展示這個最新的商品 就是百式鋼彈 它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它用金屬塗料 然後去塗這個鋼彈模型 上一個版本 在前面那邊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隻金色的 喔 很金的這隻嗎 對 它的前一版是這一個 它是 它上面還有寫白啊 白 對 有兩個白 然後現在它已經研發到第二個版本了 一樣是用現在的技術 現在的比例 它的姿勢可以擺得更多 然後它的 關節比較多嗎 對 關節是一樣 可是它的可動度更高 那我們就往下一區看吧 好 這隻也太大了吧 對 你真有眼光 這是大概兩年前推出的一個商品 這叫新吉隆客 它是不是一個鋼彈小小的 然後坐在上面 對 就新安舟 它駕駛叫佛朗多 独角獸的動畫 最後它就開這個 這麼大的東西出來 跟独角獸鋼彈對決 独角獸鋼彈它這麼大耶 這樣子都可以嗎 你知道是怎樣嗎 一定是独角獸贏 對 當然邪不勝正啊 而且它有創下很多紀錄喔 算是賣最好 再來就是HG裡面 價錢最高 然後它的材積 它的盒子這麼大一個 一大箱 就差不多快跟甜甜一樣高了吧 真的假的 沒有啦 都那麼高啦 都那麼高的一個箱 蕭老師這個有翅膀耶 好漂亮喔 這就是 它104特裝型 漂亮 而且它的翅膀是做那種 打開那一瞬間 然後還掉下來的感覺 對 暫時 而且你現在看到這個版本 算比較特別 它是在線上 就是萬代的PB 就線上購物 它可以訂購的 就是 然後特效的裝備 可是它只有一些期間限定 它不一定 你想買就可以買得到 這就是剛剛老師講到的 就是RG的系列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都是 我們買回去的模型 組裝起來 照著說明書把貼紙貼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可以達到 沒錯 我們往這邊看 這邊還有很多 這個是Seed系列 其實很多女生喜歡這個 鋼彈Seed的系列 是因為它也是有翅膀嗎 不是 是因為創造出很多那種 也是花美男的角色 又是花美男 而且就是很多 小女生喜歡的BL的劇情 那我們在往這邊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 黃色透明板 它其實就是 本來原來的顏色是這樣 就是紅藍白配色 到一個故事劇群的需求 它會爆氣 就變成Trans Armor 進化的感覺嗎 對 它就會變成光甲進化 然後變紅色 我生氣了那種意思 今年特別有這種 全透明版的限定品 那當然 等一下我們到賣場去也可以去看 這一區 這個我知道 它剛剛是坐在那個 大隻的那個地方 對 沒錯 這就是剛剛婷婷看到 就是在新吉隆客裡面 那個Jazz 新安州的RG版本 而且今年在鋼彈模型國燈會 第一次在台南公布 因為之前都沒有任何地方公布 對 還沒發售 8月才會發售 所以大家來現場就可以 一睹為困 可以仔細的觀賞這個商品 很漂亮欸 而且我發現它的那個 裝甲 裝甲 然後還有金邊 對 它的殼也是露膠射出 出來就是這種很光澤的感覺 所以玩家買回去 基本上不用太多 太特別的處理 不用再上色 就是把它裝起來 貼貼貼紙就非常漂亮 喔 這個又是可以拍照的地方嗎 沒錯 妳可以跟鋼彈一起玩 喔 那我們一起去拍啊 照在它旁邊欸 妳站那麼高以後發現 它才跟鋼彈一樣高而已喔 好 那我站下面 我們可以跟鋼彈合照 欸 我是 鋼彈比我還高欸 搞什麼 鋼彈比妳還高 Yeah Yeah 第二張 還要再第二張 欸 蕎老師我發現這一次的展展展展的會場 有很多這種框架的元素欸 對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啊 因為今年我們主要給人家觀念就是 鋼彈模型是需要透過組裝的過程 它的構成就是靠這些框架一片一片 然後經過玩家然後組裝 然後才呈現這個鋼彈模型 這就是鋼彈模型 所以是有意義的 好玩的地方 我們又到了另外一個區域了 這是什麼區域妳知道嗎 我知道這個 Master Great是大學的 對 它其實簡稱叫MG 就是我在玩的 MG 也可以挑戰看看啦 它稍微會 它的比例跟難度會稍微提升一點點 可是其實在製作過程 就照說明書做 其實是OK的 我們來看看吧 好 妳看 這裡是不是有剛剛 蕎老師說長得像我了 妳自己覺得像妳了 對 現在它變大了有沒有更像 我覺得它變大比較像 這就是MG的理由 然後再來這邊有Z鋼彈 算是很多男生喜歡的基礎 剛剛有沒有講到鋼彈C的這個系列 做到很多花美男的形象 這一次萬代Hobby啊 他們又特別 除了做鋼彈模型以外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角色 我看到了 這也是模型喔 它最新的技術 它也是像用這樣子框架做成的嗎 對 也是用組裝的模型 它就是頭像模型 有兩個角色 我好難想像 一個是到時候我們在節目上 再細細跟大家介紹 它的眼睛啊 不是用畫的 它是直接零件拼起來 就是一個一個 一片一片就拼起來 太細了吧 對 就會有那種銅銅的效果 蕎老師 蕎老師 我發現我們之前在推坑大開的時候 有介紹過獨角獸 今年我們在展區啊 又全部呈現了 所有跟獨角獸相關的PG系列 哇 這一櫃價值不足為 好大一坑喔 對 有沒有看到 上次我們介紹到的是白色 這隻 然後還有黑色的 而這隻又有綠色最新的鋼彈模型 然後再來中間有放一隻 再變身的獨角獸鋼彈 獨角獸鋼彈合起來的樣子 就像這樣 整個都是白的 然後它可以變身變成這個樣子 DG版算是 整個鋼彈模型技術的結晶 剛剛有講RG也是一個結晶 可是它是縮小版的 所以非常值得 就是喜歡獨角獸的玩家 來現場 一定要來現場看一下 對 太厲害了 我們剛剛看了那麼多鋼彈模型 也終於找到屬於我們的鋼彈模型 沒有錯 但是這個展場還這麼大還逛不完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我們中場休息一下好了 對 我們喝個水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有東西要送給各位觀眾 我們又要到了我們的送禮物時間了 我們今天要準備什麼給大家 開老師手上今天準備了這個 剛剛講到的 人像的組裝模型 它是SEED系列的黃大盒 還有另外HG的脈衝鋼彈REVIVE 那婷婷手上準備的是什麼 SXDXG的SD鋼彈 那我們要怎麼送給大家呢 我們要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一樣要按讚分享喔 對 按讚分享留言 還有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這我不想講了 再幫我們找出 適合婷婷的鋼彈是哪一隻 還有適合邵老師的鋼彈是哪一隻 請你們給我們一些意見 絕對不可以說適合我的是SD 不然絕對不會選你 對 我們會選出三位 隨機送出這三個模型 好 那我們的上半集呢 我們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是的 我們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就還有 鋼彈模型博覽會的第二階段 那我們繼續期待吧 掰掰 到了這一區 你會發現 我們用鋼彈模型 去營造出動畫裡面 造景 對 在動畫裡面我們選了 九個最重要的名場面 然後把它營造出來 我發現一個很漂亮的 金益弘戰式鋼彈 它的上面的顏色啊 非常的亮 它已經是電鍍的顏色了 欸 有這一本耶 我等一下再買 所有鋼彈模型 所有喔 而且它是已經 本身已經翻譯成中文了 欸 這盒外面都缺貨耶 這怎麼會有 這太過分了 這個展場太厲害了吧 對 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擺飾鋼彈 我們看到喔 它裡面的金色 好漂亮喔 是非常特別的材質 這個展這個博覽會太厲害了 所以要來博覽會 一定要來 不只要帶水 因為排隊可能會有點熱 要帶毛巾 因為會流汗 還要帶新台幣